大家好 我是奋斗在 减肥路上人味成功的 胖鞋女 哦 朱莉 哦 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运动中 哦 遇到过 哪些 哦 自残的行为 哦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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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早上起来大开窗 心情妹妹的 虽然外面没太阳 心情还是要妹妹的 今天我就要跟大家聊一下 我在减肥的过程中 到底有哪一些自残的行为 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些行为 我也希望这些行为 你们在运动的时候没有做过 这是我的膝盖 X光片 我最近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国外 所以都是自己在做运动 我发现我的这个膝盖就是越来越疼 我自认为我自己是在运动的时候 已经非常的保护我的膝盖了 但是我这次去拍了片子 医生还是说我的膝盖里肌肉有损伤 还好我没有伤到我的半月板 因为大家都知道半月板 对一个人的膝盖有多重要 那我现在就非常的知道 我就算要做运动 我也不能逞强也不能盲目自信 还是要跟着教练 跟着专业的人士在旁边指导我 那这样子我就不会再伤害自己的身体了 而是真的健健康康的减肥 那我今天就一边在路上一边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吧好吗 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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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妈妈拜拜了 哥妈妈再见 哥妈妈再见了 跟我扭扭亲一下了 我扭扭呢 我扭扭呢 嗯 这是我做过最不理智最不明智的决定 当时我觉得节食一定会让我瘦得很快 再加上运动马上我就能瘦成一道闪电 结果运动还没到半个小时 我就两次给屋子发黑 人一下子就脚软倒在了地上 哎呦喂真的是还好啊 我旁边有人马上给我递了糖 慢慢慢慢的就缓过来了 你们也有这样的情况吗 除了滴血糖以外 不吃饭节食还会造成你失眠胃疼 营养不平衡等等的毛病 八九年老阿姨啰嗦模式开启 如果不吃东西 你的身体就没有能量了 那你运动的时候 你锻炼的时候就会觉得 哎呀没有力气啊 出虚汗啊 你就更不要说什么我要增强体质 我要练肌肉了 这个真的是不可能的 所以真的不可以不吃东西 我们还是要科学饮食 这是我做过最蠢最傻的一个决定 我还记得当时我没有坐热身 就跑到游泳池去游泳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家里没有游泳池 然后看到游泳池就是那种格外的兴奋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后来啊脚抽筋了 还好我亲爱的老公在我旁边 否则你们想想这个有多危险 万一这个水carry不了我的重量 对吧 我溺水了怎么办 像我现在就会做一些这样的有氧运动 把你的这个身体打开 让你的血液开始流动 让它准备好要去做一个激烈的运动 把你那些内脏器官消除它们的一些惰性 对吧 也可以帮助大家防止运动上的损伤 我今天为什么跑这么累 应该是跟你们一边跑一边讲话吧 不行 加油 今天因为有你们陪我做运动 我自信心爆满 所以可以试一下20公斤 感觉还行 平时20公斤的时候 真的是已经要没有力气了 哇我的汗 你们看 哇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在减肥的过程中 在运动的过程中有哪些自残的行为 欢迎来给我留个言 你们是又有哪一些解决它的方案 那你们留言在下面 这样也有更多的朋友会看到会学习 好吗 谢谢你们 爱你们 给你们比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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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你们的减肥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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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一下啊 希望下一期视频我还能见到你们 感觉我的屁股在燃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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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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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